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歧视任何一名男性 对 因为这里没有绝对的男人和女人 也没有绝对的缺点和优点 当然 我们说的话也不是那么绝对 我们不保证看完以后会更了解女人 毕竟我们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节目仅供参考 一切请以实际情况为主 我们宣布姐妹俱乐部正式营业 等一下 老板上场前先说一下俱乐部须知 那个谁 来一下 欢迎收看由爱奇艺自制的姐妹俱乐部 我还是先解释一下我们这个 姐妹俱乐部到底是干嘛的 就是呢 聊一些 探讨一些姐妹们 在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困境 我们当然是以轻松快乐的方式来探讨 毕竟网上沉重探讨这些话题的人 已经太多了 我只是一个临时工 临时工小礼 我不重要 我也是来学习的 我不懂 好吧 肯定不是由我来探讨 我也说不对 从现在开始 未来我这个临时工的职位可能会经常换 但是只有我的三位老板是不换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老板 第一位 张天爱 很多女生的梦中情人 初代国民老公 国民老公已经更新了很多代 但是张天爱是没有对手的 因为其他都是男的 杨子珊 第二位老板 演技非常好的一位演员 我们之前合作过一个节目 他有很严重的洁癖 有可能是演的 对吧 演技非常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感觉非常严重 最后一位 谢可音 风风火火的这么一个人 是吧 女团火风 台上唱跳俱佳 台下呢 怎么说也不是不好 非常可爱 就是这个动静太大了 只要谢可音一出现 没有一盏声控灯能起到节能的作用 太吵了 今天姐妹结合部的主题叫做 结婚离婚 我说个算 这个主题由我来说 这是充满的讽刺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主题会有很多奇妙的表演方式 有一些很讨厌的环节 这些尤其嘱咐一下在座的男性朋友们 等一下你们的女朋友有一些特别奇怪的眼神 看向你的时候别慌 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回家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各回各家了 对吧 我们每一期 有一位 我们叫大大戏的朋友 来配合我们的三位俱乐部的老板 完成这一场表演 第一期来的大戏的嘉宾 叫做陈学东 他在很多的影视剧里 扮演了很多的温柔 温暖深情的角色 就是那种两世眼睛 看着你眨也不眨 是不是 就音乐对了呢 就是深情 放错了就特别恐怖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就到个我们三位老板登场的时候 姐妹大戏 马上开始祝大家观影愉快 说是大戏 其实我们只是一种小小小小的情景剧 小道由三位老板自产自行 张老板饰演冯瑶瑶 杨老板饰演成岚 他们是室友 谢老板饰演陈信丛 是成岚的表妹 小小小小小情景剧 第一集 亲在上音 爱情